所以慢慢你要习惯第一个HTML这个标签 因为我以前没有学过这种网页的技术的话 那对各位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 不过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主要是说标签一定是什么呢 小鱼开头 后面一定是大鱼结束 所以这个开头 然后后面一定有一个大鱼的结束 反正你就找头找尾 那比如说我要找这个资料 这个东西是要我抓的话 按右键把它检查一下 检查的话你可以看到它这边 这边就会帮你mark起来在这里 那你就直接怎么样 前面是DIV 这个东西是第一个 我要find all 然后先抓这一个豆点 那再抓这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就抓什么 抓那个H4 然后第三个抓small 然后所以呢 我分别把它产生的三个串例 所以list的一二三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来呢 把所有的抓到东西跑个回圈 那回圈的话呢 就是先把什么 1的先 点test先抓出来 然后再串接一个什么 串接一个豆点 那再把2放在这里 然后再加个豆点 3 那意思就是说呢 先抓那个上面黑色的那个黑底的 然后再抓那个名称 再抓英文 不过有些资料没有啦 没有的话它好像自动控开来 没差 OK 好 最后的话呢 把它print的结果 你会发现底下呢 就会把那个网路上面的 所有的这些项目呢 通通帮我抓回来了 OK 那程式几行 既然没几行 总共就是不到十行嘛 那这个你也可以把它当范本 反正以后呢 这开头的这四行 理论上都差不多固定的 有没有 就是request 然后beautifulship 然后网页名称给它 然后呢 用什么beautifulship 当成一个网页的分析器 有没有 分析一下 它产生一个物件叫sp 你用sp 其实用来用去 就两个方法 file跟fileall嘛 主要是熟悉什么 html标签 所以如果你对html标签 不熟悉的话 请你回去 把我刚刚给各位那个连结啦 不然的话 比较用心一点 去买书也可以啦 买相关那个html 那个相关书籍 到底html有哪些标签 你熟悉一下 还有css 有没有哪些类别 也知道一下 大概就够了啦 如果你只是要爬一些比较复杂度不高的网页 这样子就足复你的需求了 已经很厉害了 再来做什么呢 就是把要爬的东西 如果多个就用fileall 一个的话就file ok 其实 再把那个一个萝卜一个坑填上去 最后的话把它print出来 如果你要把它全档的话 而且很简单嘛 全档的话呢 当然 我们后面呢 一太一记得吧 其实也就fw等于什么 我要全档open 先给它一个档名 存档叫什么 叫tqc.csv 好了 csv 然后呢 豆点 用那个w模式 有没有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fw这个物欠 它有个方法叫write write什么呢 那你就必须什么 产生一个你要输出的那个字串 那因为我们现在都是print 所以你就要把print 这些东西串成一个字串 丢给write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边可以 我希望你们可以看之前我的层次吧 s等于一个空 先产生一个空的一个s的变数 字串变数 然后呢 就是在底下的嘛 一边print一边的 s等于s串接 串接什么呢 串接print这里面的东西 把它串到底下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记得它再加一个换行 因为如果没有换行的话 那因为print本身就会多一个换行 这个s本身没有换行 所以你要这个要额外加的 常常会忽略 忽略的全部串在一起 它没有换行 好那最后的话你就把s怎么样 再丢给write 这样就存档了 应该还记得吧 没有很困难 我是觉得python的好处就是 已经把程式最小化了 然后呢 把它的功能最大化了 你会发现以前要写这个爬虫 如果你用别的语言写 怎么可能九行写完 目前大概只有python做得到 真的很简洁吧 有没有这样子 这样做好了 然后把它执行 资料呢 就全部过来了 打开 大家就直接可以把这个档案呢 直接就看你要丢给其他人在做后续的 还是说呢 你自己想要在里面再用excel去做分析 或者是说再用VBA接手也都没有问题 两边其实是可以混搭的啦 我一直强调啦 工具不见得一定只能用单一个啦 而且有些东西大家用熟了嘛 你已经很熟 excel 说真的啦 你就可以结肠不担 比如python在爬虫上面 真的有它厉害的地方 有没有 刚刚我讲 有没有真的很好用啊 那这一点真的就不是VBA 或其他语言能办得到的 所以有人说 其他语言能不能做爬虫 可以 绝对没问题 只是说呢 你写了python之后 你就不会想要用其他人写 因为像我之前用java写 同样的东西 大概程式码至少三倍以上 复杂度也是三倍以上 那想一想 对啊 这python太方便了 OK 而且其他的地方 不见得有beautiful shape 这么好用的东西 OK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就是把东西抓下来 然后存档 那再来的话 后面 我们就要再取更复杂的例子 后面的话 比如说还有练习的 tq plus下方有个about 其实这about在哪里 about在底下这边 如果你要把这about的东西 这里面的字抓回来的话 试试看吧 反正就练习 反正以后啊 你回去就练习 看得到的就抓得下来 看得到的就抓下来 哦 那你会越来越厉害 而且 这是有同学哦 抓网路这样抓上瘾的 每天就一直研究怎么抓 看到什么就想要抓下来 看到什么就把他抓下来 有点 就是抓上瘾了吧 就是很喜欢挑战不可能的 然后越抓越复杂的东西 他每天呢 就很喜欢在那边爬东西 我说你又在干嘛 他又在爬东西 但难免会踢到铁板 或抓不下来 那他就要想办法嘛 对不对 那就是透过这种 不断不断的挑战练习 他就会 几乎网路上看到的东西 就全部通通可以把它抓下来 是不会的问题 那其实你如果都可以抓下来 等于是说你有非常多的data base 用不完的资料啦 因为网页就是一个开放的环境嘛 你想要的资料网路上基本都有啦 有的话剩下就是你要怎么样 把这些资料抓下来 放到你的data base里面 让你去做后续的统计分析 把你要的资料给抓出来 做出你要的报表结果 OK 就是有说服力的这个资料 那待会的话也许 请各位也试试看 我们下一道题 就是做什么 再进一步喔 如果我想要抓新闻网 当然我随便找啦 像雅虎应该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或者像什么et today吧 或者东升等等都可以 反正呢我想要知道渔情 比如说呢 最近什么比较热门的像什么 反正就是那些新闻好了 那些新闻我们就不要讲了 因为每个人见人见人 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风向 到底每一个家的新闻网 他们下的标题差异有多大 那你想要把那些新闻全部抓回来的话 怎么做 第一个啦 这个有个雅虎新闻网 你可以连过来 第二个如果你要把它get回来的话 比如说你要get这个 按右键 这边有个右键嘛 键X 然后它里面是什么 A 如果我想要抓什么 抓这个里面的文字 文字的话就点test 然后它的超连结在这里 它的class在这里 所以其实我只要怎么样 找到它的class 找到A A跟class 然后把这个复制之后 贴到哪里呢 贴到一样 其实你看上面这四行都固定的 然后我find all的话就find a 然后把class 它class很长一串 我全部都抓回来 不管 全部贴 贴之后的话 再把它丢到一个list 并且把它丢到一个抓 把它的里面的 什么呢 我想要知道它的标题 所以点test 想要抓到它的什么 抓到它的超连结 所以get什么 有看过吧 HREF 有没有 刚刚才用到 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就这样子 执行一下 它的那个新闻网上面的标题 就全部get回来了 然后它的超连结 也就被我get回来了 很困难嘛 很困难嘛 不过我跟各位讲 它的网页经常在变动 有没有 你看 刚刚这个地方 我 主要是class它有变动 它原来的那个程式 我好像之前用的是这个 story title 但是它最近它class的名称变了 怎么办 我刚刚一抓 奇怪没有 后来我发现它变了 它变了怎么办 没关系 它变我也变不就好了 没有很困难吧 因为按右键检查嘛 看一下嘛 对不对 看重点嘛 其他不要看 没有人说叫你 把那个原始码从头看到尾 看到眼睛 看到眼睛 一戳窗都不见得看到你要的东西 所以特别注意 真的 如果有一些坊间有书籍 或者有一些人叫你说你要看原始码 然后从头慢慢看的话 是也可以找到 但是你说这没意义 光看这些东西 你要找 光看这些东西你就想要投降 它这个 这个 这个网页上面的三千多行 这什么去找 所以要记得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什么按右键 右键检查 这一招真的很方便 试一下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那请各位 把那个刚刚TQC的那个官网上面的资料 存成csv 那这个因为前面讲过 所以多一个s变数 然后把它write出去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 Python要存档给Excel用 其实相当简单 有没有 所以特别是我们可以将来可以再 让Excel接手后续的动作 然后呢 请各位再试试看 利用那个雅虎新闻网上面的资料 去把雅虎上面的标题 跟它的超连结 通通都把它抓下来 试试看吧 我是觉得还蛮容易的 因为大部分都有讲到 所以你如果懂得抓到那个药里 其实呢 要爬网路上面的资料 真的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那现在可能 我们对于那个爬虫这方面 人才的需求 应该会越来越大 不然的话 有些公司每天都在抓网路上的资料 那如果一堆行政的人 每天都在C、C、C、V 那他不如找一个 会写爬虫的人 就可以取代那些 每天在C、C、C、V的人了吧 而且每天在C、C、C、V的人 还真的还蛮多的 有没有 包括可能各位如果没有学过爬虫的 应该每天也都在C、C、C、V 所以有办法改变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爬虫 成为是你一项的那个 专业技能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亮点 所以以后你的履历上面 如果可以的话 把这个把它裂熟 然后 对 其实以后你要跳槽也是一个资源 以后现在可以demo一下 你看我要爬什么资料 快爬得到我要的资料 OK 试试看